欢迎收看约电影 大家好 我是小蕾三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喜剧片 我身体里的哪个家伙 张盼秀是一家公司的社长 手下的小弟数不胜数 出门前呼吼拥 做事心狠手辣 一天张盼秀走在街头 突然被一个从高楼坠落的人砸中 醒来之后 他发现自己的灵魂竟然和砸中他的高中生金东贤故患了 张盼秀先是使劲浑身血树 用各种姿势撞击自己昏迷的躯体 但毫无用处 接着又企图与熟人相识求助 但他的妻子及小弟不仅认不出他 还以擅闯明宅的理由送他进了警察局 走投无路之际 他只好先暂时当起了高中生金东贤 决定一边调查金东贤从高楼坠落的原因 找到辩讳自己的方法 一边对霸凌赛弄 将欺负自己的同学反击 同时张盼秀还获得了一个帮手 他抽空去见了自己的小弟姜满哲 成功使姜满哲相信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很快张盼秀就发现 金东贤之所以会从高楼坠落 是为了救同样被霸凌的女同学吴贤正 他顺藤摸瓜 竟然发现吴贤正的母亲 就是自己曾经的恋人美善 当年张盼秀为了走上人生天风 迎娶了会长的女儿 抛弃了美善 而他和妻子之间并没有真感情 现在自己意外昏迷 妻子就趁此机会 大大方方的跟出轨对象搞在一起 还计划置他于死地 独自继承父亲的产业 没想到的是这么多年不见 美善居然有了一个女儿 那吴贤正会不会是自己的女儿 为了正式猜测 张盼秀特地拽下几根吴贤正的头发 拿去做亲子鉴定 结果竟然被他给猜对了 此后他自然是再也无法对女儿 被霸凌做事不理 当同班女生怀疑吴贤正偷了自己的唇膏时 张盼秀想也没想 直接跳出来表示是自己抠的 就算被当成变态也毫不在意 为了报复那些欺负他的学生 张盼秀还准备要下狠手 还好张盼秀及时出现 并制止了他 张盼秀提议 不如约吴贤正一起健身 两人一边通过强身健体 对付霸凌学生 一边还能促进妇女关系 而经过一系列魔鬼训练后 张盼秀又有了意外收获 瞬间从弱鸡男变身为小咸肉 收获了不少女同学的花痴目光 可最终吴贤正误解了张盼秀的关怀 直接对他告白了 搞得张盼秀不知所措 只能跑去对美善坦白一切 但没想到他们的对话 刚好被吴贤正听见 吴贤正以为同学和母亲间 有不伦关系 场面一度十分混乱 而就在张盼秀有礼也说不清时 金东贤终于苏醒 并回到了自己家中 互换身体的两人终于见面 一切都被解释得清清楚楚 张盼秀已可以和吴贤贤 谈恋爱为诱惑 让金东贤帮助自己 获得美善的原谅 并找出妻子陷害自己的证据 最终两人也经由一场车祸 换回了身体 张盼秀辞去了社长职位 和妻子离了婚 和美善一起开启了小吃店 金东贤则更是实力躺赢 不仅变帅变瘦 还成了校园风云人物 收获了爱情 虽然本篇整体剧情 走向在套路之中 但还是玩出了不少新花样 张盼秀之所以能走上人事巅峰 是因为自律和极其强大的内心 所以想要变成更好的自己 那么无论你正处在什么环境 都不要轻易放弃 人生之路上要说有什么捷径 那就是始终保持积极的心态 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 喜欢我们的视频 就收藏转发点个赞吧 妈妈的 我们便看看 我们下期再见